我們來 這個嗎 這個是因為我的東西都很少 我大概就是 好像賣票 對 我大概就是一個 哪有這個很酷好不好 有一種男朋友風的感覺 所以這也有種這樣的打扮 就我會覺得妳有男朋友 或者妳有老公 就是這樣 所以她都有 她都有 她都有 歡迎畫面夜的女人 我知道今天我有一個特殊的任務 要在一開始的時候先跟大家分享 歡迎大菲 大家好 麻吉弟弟 大家好 麻吉弟弟 你比好高喔 對 沒錯 麻吉哥哥 對 阿伯的Feel 有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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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妳要留鬍子 為什麼 看起來比較成熟 我自己覺得比較好看 兩位聽說來是要 介紹合集是不是 沒有 介紹 我來的目的是介紹 麻吉弟弟的新的EP 是喔 那我來是介紹妳的新的EP 互相介紹 我們也放 我們也上架了 但是今天主要是麻吉弟 對 這個要送妳 謝謝 這是我新專輯發浪 謝謝發浪 謝謝你耶 所以妳不覺得祝新美姐發浪嗎 好啊 好想喔 希望這真的是一個幸運物 好啦 先恭喜你 這裡面呢 裡面就是有十首我做的歌 都是跟浪有關嗎 有一首歌叫做發浪 所以專輯才叫做發浪 但其實其他的歌 就是風格很豐富 很多好聽的歌 然後可以到我的YouTube頻道 或者數位平台 都可以去聽到 歡迎妳來好不好 謝謝 那您的就是沒有實體的這個 那要去哪裡聽呢 去各大的線上平台 音樂數位平台都可以聽得到 叫做Yellow Black 我們團體 樂團 那總有一個 我們EP名稱 叫做斜槓人稱 所以你們現在沒有發行的公司 就上架 代發這樣 那祝福你們兩個人都圓夢了 好 那 既然兩個人都有新的專輯 還有你的那個單曲 以前我是那個老歌星的年代 就會很講究造型 是 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造型 到底有沒有必要 還有今天兩位的造型 我就要請教專家了 OK 又群老師 大家好 我是又群 Yes老師 梅姐 大家好 是 老師 你兩位 今天要平男生 對 真的假的 忽然被老師檢視太有肉了吧 對 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當歌手的時候 這真的 真的 對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時代有一點不同 現在的歌手 感覺就是把平常日常的東西 把它怎麼樣表現在節目上 他們好像要越隨意 越自然 越好 現代人講求的就是那種 偷窺感 所以他們想要的就是 好像大飛或麻吉弟弟私底下怎麼穿 他就希望在鏡頭上看到那個樣子 是嗎 所以你們私底下都 我還真的知道 是喔 是 沒錯 你也是說這樣 好好喔 就省下不少製妝費 好 那你們今天說 來照這個節目 是你今天唯一的一個通告節目 對 而且可能是我宣傳期的最後一個節目 那你可以放開來講真心話嗎 當然 我每次都會放開講 好 那你可以講一些假話嗎 我一直都是在這個 真心話 客套的人 沒有啦 我會講 因為她有一個相處很久的女朋友 對 那你 心儀的女孩子 你第一眼看到 你會先看什麼 眼睛 眼睛 對 因為我還是會先看臉 看臉是眼圓 覺得漂亮之後我先看眼睛 臉圓 臉圓 不是臉圓 是臉圓 有沒有你的圓 對 我覺得這個女生 雖然她不是大家說的美女 但我覺得看起來 你的Feel 對 我的Feel 順眼之後我就會看她眼睛 因為我很注重人家的眼妝 因為眼妝我覺得 在一個女生的臉上很重要 她那個眼神 跟你要散發出來的氣質 都可以從你的眼妝跟眼神 告訴別人你是什麼樣的人 好 媽姐姐呢 我不覺得很妙 因為我也是看眼睛跟眼妝 原因是因為眼睛 就是你的靈魂的窗口 所以我覺得看眼睛第一 第一個是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都是 大部分的男生都是這樣 眼睛再來呢 打扮 整體打扮 整體造型 對 因為她的打扮 我覺得一個女生 佛要金妝 人要衣妝 你就算不好看沒關係 但是你的打扮可以讓你變得很好看 身材不好也沒關係 沒關係 你的打扮可以讓你的質感整個出來 OK 她的Style 她覺得整體造型 我是覺得皮膚好不好 皮膚狀況 對 皮膚狀況 因為要維持皮膚是不容易的事情 維持皮膚好的話 對 可是你又喜歡有妝的女生 還是不要有妝的 我覺得化妝可以加分 所以然後大家出去看情況 但是平常都是女生都會化妝 但是有時候如果你皮膚太差 連化妝都蓋不起來 都cover不過去 就是很痛苦對不對 對老師來講 是 再來就沒有了 個性 個性要不要很好 個性 個性 我覺得個性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今天 不是來講個性的 對不對 我們節目 我們節目其實是講最內心 那種最深深 很有深度 我們剛剛講外表那些 通通會剪掉 女人我覺得 一直在聊的是心理層面 對 對啊 好 好不好 好啊 我們現在知道了 個性要好 身材不重要 眼睛要有 身材也重要 眼睛要有靈魂 對 皮膚要好 什麼都不重要 只有個性最重要 個性最重要 對 我就是這樣覺得 第一個呢 我覺得他個性還不錯 OK 真的 然後我覺得 不管男生或者是女生 看到他 都會很想跟他變麻吉 有這種人物 是 來 歡迎第一位 嗨 是不是來 是不是你講錯人了 現在不能再叫他瑪莉亞了 那人家叫他什麼 他叫 嘿 嘿 嘿 葉心梅 這是你的本名對不對 對 心梅 所以他以後長大之後 大家叫他心梅姐 沒有 沒有 心也不一樣 對 心梅 這個好名字 是本名 本名 一定有意義吧 心梅 因為我出生的時候 好像眉毛就蠻好看的 所以就是欣賞我的眉毛 就是心梅 他一直說他是梁詠琪 對 不是我 是大家 誰 就是 我怎麼知道 黃李 就是網路上的那個遊戲 暱稱 我就是會去彰化梁詠琪 那久了大家也都習慣了 他其實真的長得很好看 對 瑪莉琪你從頭到尾 他一出來你都沒講話 嚇法 太漂亮了 有困難嗎 我們現在就是直接要講 就是我覺得 你可以稱讚他 怎麼樣 你可以稱讚他幾句嗎 稱讚你 你想很久 我覺得 需要來一杯Takila嗎 我覺得T會很喜歡你 T Lesbian 沒有 是因為我今天的造型 沒有 他今天還算有打扮 就以你的造型 這樣子我覺得很適合 因為有戴帽子 像我平常出去 我動作比較大 所以我如果穿 我上節目會穿比較女生 但是平常私底下 我都是以寬鬆 寬鬆為主 可是我一直 疑問是你那個是要跳傘嗎 這個嗎 這個是因為我的東西都很少 我大概就是 好像賣票 對 我大概就是一個 哪有這個很酷好不好 這個那種前陣子生存遊戲 很流行的時候 這種包包也很酷 所以是比較實用性的穿著 對 Is Miss Q 你剛剛有參讚他嗎 算是 我覺得 已經很勉強了 太已經 我跟你講但是今天這樣 你要是常常跟我相處 看到我在漂亮的一面 你就會發現喜歡我的人很多 好的 我跟你講他 他的腿很漂亮 對 好 待會我們可以看得到 還有我跟你講一下 他就像品嘗那個音樂 我覺得音樂可能是很自我的 有的人會很喜歡偏這樣 偏那樣 可是他在他身上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樣子的音樂 不同風格的感覺 對 慢慢的品味 我很期待 應該二 三十年你就會覺得 開始才覺得 這個人很有趣 我們已經變黑膠了 好 請坐 謝謝 第二位我也覺得他很可愛 永遠那麼可愛 來 請看 五 對 第一是一個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是一個公司的主管 他常常要去客戶談一些case 動輒都是千萬起跳的那種 沒有 尾牙有沒有 最近要忙尾牙 他正要寫一些 題要寫一些歌手的名單 主持人的名單 我覺得 開始稱讚 非常漂亮 從他一走出來 那個戲子散發出來 就知道他這個人與眾不同 他現在如果是要出去談聲音 他穿上這個 這一身的服裝 我覺得 談什麼東西 都中什麼東西 等一下 先跟你的經紀人交換一下名片 沒問題 以後有機會也請多多照顧 你看起來很專業 但是你也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忙的人 因為你沒有時間去弄你的 就是攔你的頭髮 對 你頭髮開始長出來了 對 頭髮本來就會長 沒有 他所有的顏色 顏色已經黑色的長出來了 所以你已經很 他看得真的很仔細 真的很仔細 好貼心的男生 相較之下我膚淺到不行 對 是 對 因為像我自己確實就是 上班時間非常的長 我們大概是上班12到15個鐘頭左右 所以 對 頭髮也沒時間去染 衣服就是套這種最輕便的 然後尤其是臉上的妝 我通常只能夠 他妝很淡 對 可是就是只能夠上個地 好像就這樣 對 然後腮紅 口紅就出門了 然後常常都會被客戶說 你看起來好像很想 對 很累 對 很累 對 所以就 希望老師可以教教我 怎麼樣讓自己眼神看起來有事 這有一點像很驕傲 炫耀 他那麼忙 然後賺那麼多錢 業績這麼好 可是他狀況其實保持得還好 對 對不對 有喝很多水 有差 好笑 對 喝水 喝水 對 自己還約起來 請坐 請坐 謝謝 第三位我覺得他永遠那麼青春 那麼的可愛 來 歡迎你 好 好 敬美 你們媽起弟弟了解嗎 大飛 來 清楚嗎 謝謝你 我不是故意要使用大飛 沒有 我知道 我太久真的生了小孩之後 沒有穿過高跟鞋 沒有穿過那麼高 今天為了他們兩位對不對 對 因為男生還是喜歡 有一種女性化的那種detail 比如說那個高跟鞋 而且一定要pink粉紅色很女孩的感覺 下半身失蹤的那種穿法 帥氣 有沒有 回去就很方便 就是 洗澡 什麼方便 什麼 換衣服比較快 換衣服 對 妝也不會弄到那個衣服 真的 我覺得季晴姐今天穿這個真的很棒 性感 因為男生 他有一種男朋友風的感覺 好像剛起床套上 套一件感覺 男友的那種襯衫 所以這也有種這樣的打扮 就我會覺得 你有男朋友 或是你有老公的感覺 他都有 對 是 很了解 真的 不過以他有兩個小孩的那種狀況 真的保養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其實我是三個小孩 對 一個長不大的人 對 因為他老公是老大 對 而且超愛碎唸的對不對 長子都比較不好高 你知道今天為什麼 我一定要來這一集 就是 大家平常看到我這樣 就會覺得說一個媽媽 能夠維持這樣算不容易了 但是 你知道我老公真的好久沒有稱讚我了 他以前都會說 老婆你好正 我怎麼會有這麼正的老婆 他真的已經超久超久沒有稱讚我 可是我覺得裝扮上一定是 他沒有了什麼刺激 所以我可能 我也覺得 要來挑戰一下 我覺得很難 好 在這裡只有一個 那個共享的這個 那個問題 還有你的故事的 就只有又群老師 與您也結婚了 對 真的結婚嗎 有了 結五年了 五年很久了 後來你也懷疑 五年五年了 我就怕他們是貌盒神禮 沒有 真的 真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好 平常這樣穿 在家裡也這樣穿 出去也這樣穿 可是有一天 他就被嫌棄了 怎麼辦 這樣也不行嗎 你們也喜歡就是 老婆就是要素顏 然後 對 我覺得就是說 雙方其實夫妻都有那個 我覺得是責任或義務 就是常常給另外一半一個 驚喜 那他每天採個假腳拖 在我身邊晃來混去 所以如果今天 紀美美換一個不同的造型 然後一樣充滿魅力跟女人味 我覺得接下來他就緊張了 那他就是換媽姐姐的襯衫這樣 那他還是真緊張 就是你說還是要有一點點 就是讓他那個魅力散發出來 而且你知道我老公 最常批評我什麼 因為我其實前一陣子 滿喜歡穿韓版的衣服 那韓版它要不就很小 很緊很合身 要不然就很寬 對 要不然就很寬 然後可是本人要瘦 才駕馭得了 所以我每次穿韓版 那小的我一定是不能穿 媽媽就生完之後 腰線什麼都不見了 所以我都是選寬的 然後我每次一穿寬的 我老公就會說 你可以不要再穿 齊玉姐的衣服出門嗎 齊玉 可是重點是穿在我身上 玉姐很有她的風格 穿在我身上 她就覺得妳就沒有個人特色 就很像個歐巴桑 因為她老公喜歡穿緊的 自己本身都穿緊的 對啊 那妳要走歐美風 妳處女座的是不是 我處女座 就是我老公在一起說 妳不能走韓版 妳要走歐美風 等一下 處女座喜歡歐美風 喜歡歐美風 是嗎 這應該是個人吧 我很剛好 我老公也是一直唸我 他說 妳不能走韓版 妳要找到自己的風格 妳要嘗試歐美風 應該是說處女座很愛碎唸 是不是 對 她會管妳的穿著嗎 她會 她什麼都管 而且她管我的髮色 管我的長度 對 妳也是 妳的病況也很重 對 聊完了嗎 聊完了嗎 聊完了 老師要來救我 一定一定 所以她代表說 將來妳們要娶的老婆 就是要娶這一種的 是 將來呢 她也告訴了我們女生 要嫁老公不要嫁給處女座 就是這樣 OK 請坐 謝謝 好 最後這一位 我覺得她 每一次來都是妳知道 開心 是我的開心果 看到她我就覺得很開心 看到她妳就會覺得 很親切的那個南部女孩 台灣的南部女孩 來 歡迎她 很親切的感覺 真的很南部 因為很熱情 真的 有沒有 欣貝姐 我今天真的很需要 她們的誇獎 拜託 我錯了... 什麼 南京西路那個七條通 那個六條通 六條通 我覺得我今天要 我覺得我今天很OK 我真的很需要她們誇獎 因為我最近 沒有被誇獎 就算了一堆人說我很可憐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最近女大的粉絲團 要PO了我兩年前 上節目改造胸部的影片 你知道嗎 那影片下面一堆人拍我 我說天啊 這個女人好可憐 好同情她 然後一堆粉絲 就take好朋友來看 就說你看看這女生多可憐 為什麼 沒有很誇獎我 然後就說我很可憐 我很悲哀什麼 胸部怎樣做節目上改造 妳這樣子有改造過的 沒有 就是我最近有比較好好穿了 我覺得我的穿著沒有問題 我現在是妝的問題 就是妝一直沒有辦法畫 妳也是妝的問題 妳為什麼喜歡她你知道 為什麼 因為她一來就給休息 沒有 沒有 真的很OK 對 一直想一下 她完全懂自己要什麼 其實我看到 不是 我看到男生其實不太敢講話 因為會嚇跑她而已 她這樣已經不敢講話了 對 妳真的想不敢講話 妳有看到媽幾弟現在很安靜嗎 其實已經講得很少話了 我很想知道媽幾弟 妳會怎麼稱讚妳 對 她已經稱讚我 妳很活潑 這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今天不是來講個性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妳是最有潛力 去把改造 自己弄好 把妳弄好 最有潛力 謬... 我再說多一點 謬... 最有潛力 她最有潛力的意思就是說 她從頭到腳 現在都還 對不對 空間很大 空間很大 進步空間很大的意思 我沒有變那麼 妳比我還有潛力 謝謝 真的 這樣子 我覺得她太害羞了 我們再讓她多講一點 不會 你看妳的髮型 跟葉欣梅也差不多 什麼意思 對 臉老頭 還是有一點差 對 我的比較Fashion 沒有 她贏在她的身材 跟她的膚色我覺得是一個很棒 妳的膚色 健康 而且她又會跳舞 對 舞蹈一下 舞蹈一下 我怎麼在這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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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這個定義叫做會跳舞嗎 這樣就叫會跳舞 對 她女生能帶嗨很難 對 就突破尷尬 她的工作 是不是 她的強項 帶嗨 對 明明說妳在帶 帶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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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是強項就是這樣 好啦 我們只是妳知道嗎 就是 純欣賞 那真的他們問題在哪裡 那個魔鬼都在細節裡 就要問專家了好不好 可是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對啊 沒什麼問題 問題大了 就是 她不知道她在想什麼 這裡 這裡的問題 這個真的難處理 是不是 老師 因為我覺得我的妝 因為通常我都是跟女生出去 然後跟女生出去 一定要打卡拍到 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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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拍到 因為我心機很重 我都會化全妝 然後就被女生試鋪 她說 凱蒂妳今天幹嘛 化全妝 為什麼要化那麼濃 濃 那麼濃 我覺得有男生這樣 我就覺得 之後起化得很濃厚 對 然後我就是因為怕被女生說心機重 所以我的妝容 我今天就很淡 是不是 沒有 我今天妝容就很淡 然後我發現 我之後心機就擺在嘴巴 因為我嘴巴就是比較偏淡 妳今天這個叫做淡妝 我很淡了吧 沒有 這已經是我的全妝了 可是男生應該覺得很淡吧 很平靜 還可以 我其實老實講 說實話我真的看不出來 我覺得很棒 對啊 老實講我覺得 是OK的 她喜歡濃的 對 妳在抖什麼牆 妳搭配什麼 我跟葉欣梅今天這樣子 已經算真的很完整了 她平常真的很可怕 她平常看我最多 OK 不要再吐槽了 好 到底出現什麼問題呢 交給兩位老師了 辛苦了 我只能說辛苦了兩位老師 要先搶救的誰 宥群老師 老師 真的嘗嘆一口氣 是什麼意思 你找一個最難的先 最難的 就妳 就妳 妳自誰 我覺得我想從第二難的開始 第二難 因為最難的真的太難了 凱蒂太難了 凱蒂這樣算最難 對 因為她是 也不是說心裡有問題 就是她是最難 要大腦改造嗎 對 她是要先從觀念 那我覺得我想從 第二難 心霉 對 還一直想指別人 我覺得叫這個名字 是有壓力的 一定要很時尚 真的 其實我跟妳講 他們真的把我名字貼錯 我是眉心葉 妳知道嗎 他們就很奇怪 打錯字了 因為小時候人家覺得 妳眉心好看 然後又姓葉 所以叫眉心葉 對 我最近眉心又長了一顆字 我早上蓋很久了 對 好啦 我先從心眉蓋 好 請 OK Vancent老師呢 那我先改伊玲好了 伊玲 伊玲怎麼了 伊玲她 因為我覺得她自己本身的話 膚質還不錯 但是她的那個眼神感覺 好像就是 好像沒睡醒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她可能 在妝感上面 可能要做一點調整 會比較好 來 請 她推出了一個睫毛膏刷 然後用這個刷頭 就可以直接刷整個 好妙 它就可以 尤其是下睫毛 對 你看 而且 而且 好帥喔 好帥喔 好 像伊玲她本身的話 她是在公關公司上班 所以她可能要出門之前的 整個化妝的時間 要非常的快速 對 對 所以她的眼妝的話 我今天就幫她用的是一個 比較快速上妝的眼影 灰色 眼影膏 是咖啡色的 對 這種眼影膏就是像比如說 你是初學者 或者是說你在化妝 你想要很快速的 有一個眼影的漸層的話 你都可以用這種眼影膏 這樣塗一塗就好 對 就這樣塗一塗 老師 所以從睫毛根部 開始往上雙眼皮推嗎 對 像其實大地色 跟一般市面上的 像粉紅色 粉藍色這種顏色 它們唯一的差別就是 大地色其實是要讓你的眼睛 看起來變立體 因為它的概念是有一點像是 畫畫的素描一樣 所以其實如果說 你要讓你的眼睛 看起來是有立體度 然後有放大效果的話 用大地色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說你自己怕你的妝 看起來好像很老成 因為大地色很容易 看起來比較沉穩 對 你就可以局部的在你的眼睛中間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比較 彩度高一點的眼線筆 來讓你的大地色的眼妝 看起來比較柔和一點 看起來就比較不會那麼老成一點 好 然後我們剛剛是用了 就是咖啡色的眼影膏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用一個比較 我剛剛有講到就是一個 彩度比較明顯一點的眼線 然後這個是有一點紫色的 紫色的 對 紫色的眼線 深紫嗎 對 因為剛剛是用大地色 然後我們現在就用一個紫色的 讓它的這個眼妝看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的沉穩的感覺 有多細節在裡面 對 老師剛剛說比較亮的顏色 我想到粉紅色 綠色這種 對 銀光綠 對 想到那種真的很亮的 對 因為其實像東方人在畫眼線 還是要有一點點深 有一點深度的顏色 會比較有眼神一點 對 所以像這種酒紅色就很適合 OK 好 然後我們剛剛用這個紫紅色的眼線筆 把它稍微畫一點眼線之後 我們再用一個眼線刷 把它刷開 有一個Shadow的感覺 對 讓它有一點漸層的感覺 老師 紫色的眼線會不會畫起來 感覺眼睛比較浪漫一點 就是會比較柔和 對 因為像很多女生 她們在化妝的話 都會用黑色的眼線筆 對 黑色眼線筆的話 對 可能就會很容易 看起來眼睛比較兇一點 對 就比較兇 對 比較銳利 對 好認同 太認同了 認真想要銳利 對 然後你看 我們這樣稍微的 用一點點紫色的眼線 它就會看起來比較柔和一點 眼睛大了一倍 好像有帶那個放大片 對 突然間大一倍 然後我們剛剛是用了霜狀的 然後還有眼線筆 接下來我們要幫它 疊一點眼影粉 眼影粉 老師 眼影粉用紅色 對 我們用稍微有點酒紅色的眼影 我覺得酒紅色很大挑戰 真的 因為今年秋冬的話 還是流行有一點帶紅感的眼妝 我上次忽然看到 因為有一個女生 她原本的眼妝不是長這樣 然後忽然改一個紅色的 我完全不認識這個人 真的 因為她真的過敏然後腫起來 不是 她真的改紅色眼影 我一研究半天才知道 原來她是之前我認識的那個 原來妝可以改變一個這麼大 可以 女生的妝落差好大 好 然後我們再用一個 就是香檳精的顏色 然後把它點在眼睛的正中間 眼球中間 這樣讓剛剛的那個膏狀眼影 會比較有層次一點 這樣看起來就比較沒有 剛剛完全是咖啡色那麼重 對 然後我們再稍微的在 眼睛打開 在眼頭的地方 用手指稍微的幫她點一點 然後這樣子就已經完成一個 很簡單又快速的眼妝 對 然後 漂亮 對 然後我們再幫她的睫毛 稍微處理一下 男生應該看得出來落差了吧 這樣子 看得出來落差 但到底做了什麼手腳 我多少錢 你看得出來麻吉弟弟 她說她自己有蓋那個黑眼圈 真的啊 但她算有在照顧自己的 才會去遮 就是我會在乎 女生的皮膚的原因 是因為我在乎我自己的皮膚 對 所以我知道 就是要照顧好自己的皮膚 有多麼的難 所以我看到人家有好皮膚 我可以欣賞 對 哇賽 那你那麼會Rap 你那個女朋友 要找很會Rap的嗎 那個凱蒂很會喔 又是妳啊 妳也會啊 我會Rap 她英文很好 妳會 該不會也會 我英文就是高雄英文 我相信她聽得懂的 她們一直沒有想要跟你互動 幹嘛 連坐都 不然還是 靜行姐我們讓她坐 她們兩個也 我也覺得 尬聊起來 對 而且我覺得凱蒂 如果妳可以帶熱那個麻吉弟弟的話 妳功力就馬上真的 真的 她很難 因為她真的很安靜 對 冷靜 她又因為保持 笑臉對妳 但是不知道她心裡在笑 對 心裡在笑話我 內心是不停地在傻眼嗎 對 好 然後呢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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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救她 然後呢 就是我們剛剛眼線眼影都好了之後 我們要讓她的眼妝看起來 比較整體完整一點 我們幫她刷上睫毛膏 我最近發現有一個還不錯的工具 因為很多人在刷睫毛膏 都會覺得這個刷頭太胖了 對 然後很容易刷在下睫毛的時候 會碰到眼睛 沒錯 然後最近一個台灣的品牌 這個是台灣的品牌 她推出了一個睫毛膏刷 然後她這個睫毛膏刷就是 如果說你很胖 給到了一隻很胖的睫毛刷 對 你就可以用這個 稍微的把它碰一碰 然後用這個刷頭 就可以直接刷睫毛 好妙喔 它就可以直接 尤其是下睫毛 對 你看 這就很好刷 好聰明喔 而且它可以刷得很 那個毛根 對 就是完全不會碰到你的 漂亮喔 而且也變得很迅速 對 變得很迅速 你看它立刻就可以 有耶 真的超好味 對 這個是台灣發明的 然後就這樣 而且都不會結塊 對 因為它就是刷子 就是一根一根 就是幫你刷 刷得很均勻 這樣子就可以刷好一個 漂亮 漂亮 我們先就看單一個眼睛 那姐弟弟你覺得呢 有變嗎 我覺得很 如果真的沒有改變太大 也沒關係 你可以講實話 真的很漂亮 漂亮多了 真的 怎麼了 真的很漂亮 漂亮多了 對 真的 謝謝 有有有有 我 她還帶剛剛那個凱蒂的 shock 對 凱蒂在打底勾勒出輪廓 再用彩度高的眼線跟眼影做搭配 最後只要刷上睫毛膏 眼神馬上電力十足 你覺得現在要看到剛剛的小魔王對不對 又群老師有沒有呢 達到她的水準 可不可以撐起你知道嗎 你幫她做的這個造型呢 老師有沒有話說 我 很擔心嗎 想先離開 沒有啦 我覺得OK啦 OK齁 我覺得判若兩人 好 讓我們看看新的 葉心梅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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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你不要講話 不能說話不能開口 好美喔 超女人的 對啊 老師請 這應該要先問 兩位男生的意見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 我覺得沒很多 沒有啦 我覺得她整個造型是非常好 她整個造型跟她的感覺起來 我覺得是非常的有一個女人味 但是她還是壞在哪裡 就像她剛走路的姿勢 對啦 她會 她走路改不了了啦 對 包含她現在整個髮型 跟她的一些配飾 還有整個 都很女生 對 打扮起來 是男生是一定會看的 但是就是她的那個感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一個Queen 她就是不太會穿 對 高跟鞋走路 可是老師知道這一點 老師已經盡量幫她選一個 適合她個性的一樣 對 要好中性 中性一點的鞋子 對 來 麻吉 我覺得你站著不動的話 你這個樣子會吸引到男生 站著不動 你適合站著不動 或者是坐著椅子 我們幫你推 或者是躺著不動 都很好 是不是 她這個就是那種 可以帶出去派對的人 帶你去派 很高的稱讚 對 不要有這種 這樣就不要了 還有坐姿也要注意 她剛剛坐在那邊 改裝她這樣 OK 我就先來大概解說一下 就是我怎麼樣把心美 改造的時尚 我覺得有幾個點 就是男生 今天我們主題是講 怎麼樣讓男生會關注到 要讓男生感覺到 你是一個女人 之前我們就講過 你身上的單品盡量 是男生衣櫃裡面 比較不容易出現的單品 因為男生是比較 怎麼講 視覺動物 所以她就是看到 那個身型的比例非常女生 然後她的單品上面可能有 粉紅色 桃紅色 裙子 高跟鞋 露個肩 露個肩 她就覺得是女人 有 她現在都有了 妳都有 粉藍色 不要這樣 所以我讓心美穿的是兩件事 我們先看到 上半身的上衣 我給她的全部都是 台灣非常有名的設計師 我覺得 因為心美她本身的身材比例 其實算不錯 所以她可以挑戰一些 就是露積度比較大的服裝 你看到上面這一套 她很好玩的地方 是有一點點不對稱的剪裁 她在右邊的地方 她做了很多的抓皺 然後利用這個抓皺 露出一點點這個 漂亮的肩膀線條 可是這邊用比較大的面積 去對比出來 讓這個地方立刻縮小起來 所以看起來身形會更好 還有一個好處是 因為這邊有很多 立體的壓軸 所以我們讓心美 側面對著鏡頭 你會看到這個地方的線條 它是有女人味的曲線 就是會變豐滿起來 所以這個也是修飾上面 很好的一個小小的技巧 上半身我們先用這樣一個剪裁 另外就是顏色的部分 顏色 男生比較不會穿粉嫩的顏色 比方說粉紅色 粉藍色 Baby Blue這種顏色 是男生衣櫃裡面很少的 因為這種顏色 它代表的時尚與惠 是告訴人家 我沒有侵略性 我是很溫柔的 我是被保護的 所以你看 Baby的服裝 就很多這樣的一個顏色 特別女孩子 如果你要讓男生吸引 大部分男生都是喜歡 比較甜美 或者渴望被保護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要讓他製造出一個 好像男生看到他會想要保護他 保護我 那個輕盤是 對 那樣的感覺 所以用一個比較淡的這種水藍色 Baby Blue 下半身的部分 給他的是一個 有一點接近香草的顏色的裙妝 這個裙妝它 其實也是有一點不對稱 你看它 在腰線的剪裁上面 這一塊是這樣子 往下凹的 所以這個地方 它可以凸顯出 女生的更漂亮的身形 我覺得在剪裁上面 女生要穿上 讓異性覺得 會注意到服裝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前提就是 它要製造出 胸腰臀的比例 因為男生看那個視覺是 越是女人味的曲線 他會覺得越心動 可是如果你穿的就是 西裝外套 寬褲 然後那個現在很流行 老爹鞋之類的 他們就會覺得 這個好像我自己 也可以這樣穿 就會覺得你是body 這是不同的一個概念 帶藍色的露件上衣 搭配白長裙跟靴子 取代原本的男孩風打扮 女人味大爆棚 這樣男生 再也不會把你當兄弟了 血色腮紅 就是今年很流行 因為它本身的話 很像我們肌膚頭 會透出來的血液的顏色 因為像前一陣子很流行 大家都會畫粉紅色 或者紫色 但是我們人的皮膚 是不會透出粉紅色的 來 欣梅 那你跟季妹妹 來 請過來 好 季妹妹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 宥群老師 是 來 我覺得 我的問題是不會走路了 對 因為她說她太久沒有穿高跟鞋 我現在只有就是結婚紀念日 老公生日 出去浪漫晚餐的時候會套一下而已 所以我覺得季妹妹今天穿的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是我知道 我會想像仁甫的想法 因為她會覺得襯衫 我家裡就很多 就會覺得她要做就做全套 她只做半套 要不你就 全套的意思是 全套就是你弄了那個高跟鞋 然後 應該要整個弄 對不對 對 就完整度可以再提升 對 時尚度提升 只覺得做了一半 對 問題是把時尚度提升就可以了 好 交給你了 好 最後Minson老師要搶救 來 凱蒂上 老師加油 那像凱蒂 她自己本身的話 她會擔心 很38 不是38 她可能會擔心說 她的妝如果太重或者太濃 她身邊的女生朋友好像會排斥她 對 會 有威脅很 所以像這樣子的這種妝容 我們但是又要讓她有妝 我們就讓她的眼影盡量就是 越淡越好 然後我們就把重點放在她的嘴唇上面 好的 像這陣子很流行的就是霧面的唇膏 我今天有帶來了這個 就是剛新上市的一個霧面的唇膏 但是它有改良配方就是 如果說你自己本身的話 唇紋很明顯的人 就可以直接使用這個唇膏 它就會撫平你的唇紋 霧面可以撫平 霧面可以撫平唇紋 所以如果說像你很多人都會擔心說 就是霧面唇膏 擦起來好像唇紋很明顯 你就可以用這個唇膏 它塗起來就會幫你撫平 而且看起來很滋潤其實 對 然後我們幫凱蒂用的就是 因為她自己本身的話 她很想要有一點紅唇 對 所以我們就幫她使用的是這個紅唇 好可愛 首先我們可以先用一個唇刷 把它塗在下唇的地方 像很多人在畫紅唇的時候 都會覺得好像會怕太成熟 對 對 在這個時候 你在畫你的上唇的時候 就要變得比較小心了 因為其實會讓你的紅唇 看起來成熟的話 都是因為你的唇風太明顯了 對 今年的畫還滿流行一個畫法就是 讓你的這個唇風 兩邊是連在一起的 就是變成是沒有唇風的 就比如說是這邊 就是吃麻辣鍋的時候 吃完的時候 就會很像那個舒淇有沒有 舒淇很愛畫 就是它是畫讓我們上面 沒有唇風的感覺 所以像你本身的話 你如果唇風很明顯的人 你可以把中間這邊把它連在一起 連起來 這樣子紅唇就會很年輕 而且這樣看起來有一種可愛 傲獨獨的感覺 對 而且這樣子也會讓紅唇 看起來有一種豐厚的感覺 它一補個嘴唇就差很多 這樣意外的好看 皮膚變白 皮膚變白 對 就會比較顯白一點 是因為這個是二號 對 然後這樣也不會讓女生感覺 好像很有侵略性的感覺 對 好 然後 好可愛 畫完之後我們可以用一隻 就是想要刷稍微的把唇邊 幫它稍微調整一下 把它打蒙 那一條唇邊不要那麼立是不是 對 也會讓你的紅唇比較不會暈開 所以你可以用遮瑕膏稍微的 把這個唇的嘴邊 稍微壓一點點遮瑕膏 或者蜜粉 好 這顏色意外適合健康膚色的女生 為什麼會顯白 很陽光 然後塗完之後 因為像塗完這種紅唇 你的臉上的氣色 而且粉底會看起來特別白 對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一定要刷上一點點腮紅 像今年的話 很流行在紅唇上面 搭配一點點血色的腮紅 血色腮紅就是今年很流行 因為它本身的話 很像我們肌膚透出來的 血液的顏色 因為像前一陣子很流行 大家都會畫粉紅色 或者紫色 但是我們人的皮膚 是會透出粉紅色的 所以今年很流行這種血色的話 就會很像你運動完 或者是你剛洗完澡之後 臉上會有一點那種泛紅的感覺 好可憐 對 我們就幫凱蒂來使用這個 在刷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對著鏡子微笑 微笑的時候 它這邊會膨起來一個最高的 蘋果肌的地方 你就稍微的把它刷上一點點 然後往這邊畫這樣 對 在眼睛的底下 從裡面往外畫 好可愛的顏色 好 這樣子就很快速 就可以完成一個很簡單 然後有沒有侵略性的 一個紅唇中間 很乾淨 可愛 這男生比較平衡我嗎 對 我覺得你補一個嘴唇 真的差很多 變漂亮了 好敷衍 我剛剛也是這樣講 幾個都這樣講 他跟我剛剛一出來 就長這個樣子的話 我一直盯著他看 是吧 對 其實我會說 你要不要禮拜六出去 我們去跳舞 因為我跳舞了 OK 清淡的眼妝搭配紅唇 加上血色腮紅 自然又有活力的妝容 髮蹟弟弟終於心動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一個幸福的媽媽 她偶爾還是要給老公一個驚喜 對不對 有沒有達到那個效果呢 請看 好好看喔 真的不一樣耶 不一樣喔 相搭歐美人嗎 超級 超級 男生未出秀 維多利亞貝克漢 我想要整個換個人 感覺另外一半應該也是來頭不小 整個換個人 對啊 那個眼鏡用得很大膽 很大膽 對啊 這個眼鏡真的 就是你看喔 如果這樣拿下來我覺得也好看 對 但是戴上去你也不會覺得說 它就是太多 更加多 我覺得很像 剛剛拿下來那一瞬間 男生看到會 想看它的真面目 會 所以我覺得 因為靜美有講到 她可能擔心這個地方對不對 有點小肚子 所以我們用一個 斗篷式剪裁的平口上衣 它下面因為是散狀的放鬆 所以比較不會有服貼的問題 等於說女生穿的時候 那個安全感是很好的 對 可是利用平口 因為靜美美她這個地方 其實是還滿骨感的 滿纖細的 所以男生看起來是會覺得性感 所以盡量讓它露出肌膚的地方 多一點 特別是在裡面的部分 我給她了一個坦克背心 這個坦克背心 我有請金美妹 稍微往上拉一點點 因為這個地方它有很漂亮的 要看到蕾絲 對 睫毛蕾絲 因為這個睫毛蕾絲的混搭 就會讓它呈現更女人味的 那個細節 會再出來一點點 所以在下面記得 如果你已經是散狀 這一件就絕對不能下半身消失 因為它除非你要穿的褲子 你就要很明確的是 就是讓那個褲頭可以露出來 但是我們已經入秋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穿一個 比較窄管的skinny jeans 就是這種窄管褲 然後這個窄管褲 讓金美妹還是很舒服的做自己 然後再來 如果你平常在走在路上 你可以把剛剛那個眼鏡戴起來 它就是一個撞色的感覺 太陽好大 超有型的 超有型 這個眼鏡它本身就是 讓全部比較淡雅的顏色 突然來一個視覺的焦點 眼鏡你老公也可以戴 對 這個 對不對老師 帽子你老公也可以戴 對 真的 可以跟我用 其實我們講眼鏡也是會 如果他敢敢一點 他蕾絲他也可以戴 太敢了吧 會不會太敢 但因為我們今天是教大家 男生看是怎麼樣會心動的那種原味 其實眼鏡也會有影響 那個鏡框的形態 圓框代表的是什麼 是比較 雖然有些 但這個 我們試另外一個就知道了 因為圓框我們第一個想要 比較可愛 對 比方說像我右手邊這一款 你看它的這個眉框 它就是往下墜 就像我們畫眼妝的時候 如果畫小鹿斑鼻往下掉的眼神 是不是看起來比較溫柔 對 所以鏡妹妹戴這個是溫柔的 但是 它戴什麼都那麼好看 對 真的嗎 好好看 它是往下的 它是笑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是甜的 甜美 可是像這一款 它就是有點小貓眼 它是往上的 所以戴起來就是比較有氣場 比較有個性一點點 那個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有 也好看的 好看 全買了 你也好適合戴太陽眼鏡 謝謝大飛 謝謝 謝謝花兒子 好不好 寬鬆的斗篷設上衣 巧妙遮住了肚子肉肉 搭配窄管褲跟蕾絲背心 小露性感的女人味 老公的視線離不開你了 希望還是要謝謝這個Machi DJ 來宣傳你的發浪 發浪 發浪也希望大家常常去這個 您的 發浪 我的YouTube頻道 我的蘇威品牌 OK 好 今天老師介紹的商品 在哪裡買 下載你們文字塔APP 就知道了 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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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穗 edel 緊水 多 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